今天卖狗羹的老板终于跟他谈好一个价钱了 然后他车上的这一个羹羹全部给我 现在开始撑了 今天外面下雨我还没有空 我先撑好摆在这里 过两天得空了我就把它拿出去打了 去皮了 可以 哦 没有那样的 那现在 Honorui 嗯 这两天都会了 现在年轻的人 这两天的很大的刷牙 哈哈 各位 这两天可以继续起来 那一天 月楼把人家家庭包元 总共一起400多斤啊 1000多块钱 先放到这里 谢谢老板给我交货啊 老板发财 老板在那里 那个人是老板 去年有朋友要就是这样的 拿回去说要煮排骨啊 还有他们用来整那个扣肉啊 都很好的 我去年都卖了很多 甚至也好吃啊 啊 你们要的趁这两天啊 要不然的话我卖完了啊 哎呦我把他打成粉了 哈哈哈哈 你也发财啊老板啊 多发财啊 嗯 这鸽根还是没有空法 我今天要回娘家去拿胡萝卜 我就带两个鸽根去给我妈吃 我妈很喜欢吃这个鸽根 就这样切来 把外皮洗干净 想吃一截就切一截来吃 就吃生的 这个下火的嘛 我妈说种了那个胡萝卜很漂亮 但是现在 他们拔鸭毛那里 到冬天来生意好 很多人要买鸭子来 做腌鸭肉啊 做腌 做那个辣鸭啊 生意很好的 没空去卖那个胡萝卜 那我去看一下 刚好有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说要5斤嘛 就白拿回来 用这鸽根去换你的啊 嗯 哈哈哈 走吧 到了老妈种萝卜苗的地子里了 就在这块原来种茄子地旁边 茄子应该砍掉了茄子树 现在种油菜应该是 我把这鸽根先收到哪个地方 别让他看到些 等一下老妈就过来了 上次过来看到这个胡萝卜都 还没长什么鸽 还有连根连这个 嗯 筋可以一起吃 连叶子可以一起吃的 现在应该比较大个了 哎呦这个好大个啊 鱼哥 在哪儿 哎来 哎 哈哈 偷胡萝卜了 嘿嘿嘿 这个大个你 我老老的 你 我新收款5元 这个挺大个的呢 哎鱼哥 我们试用来炒姜糖看看 可以啊 这种味道很浓 不知道到时候好不好吃 先来一点试一下 嗯 要你都漏了了呢 你没眼光啊 嗯 嗯 哎呦这个也可以 给我老婆奶奶 哎呦 哈哈 老妈一个大的都没找到 你你看你呢 你看我的这三个你看了 你拿呢 来多大一个 来我让你 个子大的找大个 这种不洗 就这样切一下 应该好记吧 记得外面 不洗 应该几天不会坏 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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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 哎呦 咬的这么多老了 哎呦 哈哈哈哈 你看 嗯 那来咬不定了 可以 咬的咬不定了 哎呦 我这个个子大 我在这个地里面踩一下 老妈说快出来快出来 把胡萝卜都踩快完了 这里都是她的宝贝 那你进去算了 你个子小了 那个伤害的面积不大 哈哈哈哈 哇 看一下 我的这么大一把 好漂亮的嘞 哎 我妈把牙妈没空去卖 像这卖像这么好的 在我们本地价钱都应该不错 因为本地的胡萝卜炒肉 真的很香很香 清炒也可以 我妈是看到这一根 哎还小还小 留再留一下 我再来试一下 又踩回去呀 那小的就 哈哈 那个也 这个就怎么 留着留着 哈哈 这个叶子可以喂猪啊 嗯 这个叶子可以喂猪啊 这个叶子可以喂猪啊 差不多 好了 可以 那怎么 对上啊 哦 哦 这不太棒了 哦 这么冷吗 小鸽小鸽的就 我们自己炒菜吃了 好浓的味道 现在天都黑了 这让我想起我和老妈 我小的时候 只要一放假 就是被老妈拖去山上 或者拖去地里干活的对象 因为我长得大个又高 挑粪菜 就是我挑的多 然后我姐和我妹 就是在家里面 有个人煮饭煮菜 有个人就专门扫地 拖地煮猪烧那些 真的是 其实现在想想 回忆也是一种幸福 好了 都倒到这里面来算了 咦 有一大半楼了 按懒呢 按懒呢 就回来 那个懒呢 就回来 永不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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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逮的 你要把这个懒子拿回去 到时候我们才找这个懒子 才好装东西来 是不是啊 这个道理不懂吗 来来来来 回来 下半楼了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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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有点重哦 可以了 可以了 一起背了 嗯 好 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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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来来来 把你干扰的 等一下 ILY 真好 哈哈哈 没 我在 你 不 你看 你 你们 还这样的 还有一点种 还都玩胡萝卜啊 那是有个修成胡萝卜 要不有那种 要不有那种 要不然老呗 要不然是老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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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胡萝卜呢 哎 胡萝卜都老不老 你是老的吗 哈哈 不要晒浪 不要晒浪 像笨子像浪 哎叫什么太急了 毛罩